再走 参见陛下 你们这是做什么 回陛下 邓大人命我们几个来承明殿换沙漫 换沙漫 这是要换什么沙漫 邓同仁呢 回陛下 邓大人正在宣誓殿操持换沙漫呢 这时候应该快换完了 自作聪明 陛下息怒 快点 这所有的都得换 先把沙漫那个摘下来 邓通 陛下 是谁让你擅自更换这沙漫的 陛下 这些个沙漫 还都是高祖时候置办的 用了这么多年了 都已经陈旧不堪 陛下操劳国事 无暇顾忌这些小事 这小人才自作主张 更换的这些新沙漫 这沙漫虽旧 但还可以用 又是高祖遗物 更要倍加真爱 全部给朕照原样挂回去 这 小人遵命 朕看你还是一副很委屈的样子 你想想 更换这一殿沙漫 至少需要私捐十余匹 那更换这整个卫阳宫又需要多少匹 再更换嫦娥宫又需要多少匹 我大汗有些地方的百姓 连肚子都填不薄 你却瞎操心这些装饰之物 所有沙漫都冲入知识 以后你少府必须言尊勤俭 劫持之道 若再如此铺张浪费 朕唯你是问 小人鱼鲁 请陛下恕罪 快快快 收拾 臣妾拜见陛下 陛下看臣妾这身新衣 漂亮吗 朕不欣赏这种造作 朕更喜欢皇后往日的青春 你是皇后 传朕旨意 以后在后宫中 任何人不得再穿这样 奢华的坠地长裙 朕不欣赏 朕不欣赏 主人 请转告车济将军 就说少府主管邓通求见 请 国舅大人 邓通给你道平安了 少府邓大人 快请 请上座 国舅请 国舅请 一件小玩意儿不成敬意 请国舅大人不要见笑 邓大人 你看你这是 要不是国舅大人详细告知邓通陛下的饮食起居习惯 邓通怎能让陛下处处舒心呢 邓通的感恩之心可不是这张笨嘴能说清楚的呀 是不是又遇到什么麻烦了 哎哟 国舅大人真是料事如神呢 说吧 什么事儿 嗯 这几日 特来请教国舅大人 特来请教国舅大人 你自然是不知内情了 啊 那就请大人赐教 陛下自幼喜好读书 不仅喜爱乐趣 民谣 还有很多儒生的雅兴 哎呀 那我这个俗人自然不懂这些啊 我还是 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啊 豆皇后自从生了小皇子五儿之后 就一味的宠爱 对公主及大皇子 就弃之脑后不管不问 哎 我跟你说的太多了吧 哦 小人明白了 豆皇后当年就这样俯琴而歌的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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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辰过得真快 是啊 陛下已经一连三夜浮案 批走毒了 这就是铁打的身子 他也 来 词 你 是它 你 你要死 还在着 他 你 你 我 你 你 快 陛下 朕近日不想听起来 今天呢 就不是答应了 就让陛下听曲了 陛下看他们什么乐器都没带 今天呢 他们和小人一起给陛下讲一些 稀奇虎怪的 让人不想猜又想猜 想猜又猜不透的事 让陛下乐乐 好 那就说来听听 看朕是乐得起来还是乐不起来 美姬们 你们给我解一件事 说有一件事呢 你不能说它 一说它就破 那是什么呀 删禁 再问一个啊 有个商骨到一家客栈过夜 他把钱袋放在地上 让那个店主的小妾给他准备晚饭 这个小妾呢 一边做饭 一边跟自己的丈夫说 我们如果能拿到 商骨的那一袋钱该多好啊 丈夫说 这好办呢 你就在他晚饭里面掺上一样东西 他明天走的时候 必然会把这钱袋忘掉 你们说 你们说 这店主说的是什么东西啊 旺杏草 旺杏草 答得对 那小妾呢 就高高兴兴地把旺杏草掺在商骨的晚饭里 这商骨吃完饭就回到客房去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 这商骨离开了客栈 那小妾呢 就慌忙跑进商骨的客房里去看 哎 可里面空空的 什么都没留下 这小妾呀 就骂他的丈夫 傻瓜 你还跟我说什么旺杏草呢 那个商骨啊 根本就没把那钱袋忘掉 那丈夫说 那他总该忘掉点什么呀 小妾说 根本就没忘 突然 这小妾一拍手一跺脚 就说 失望了 忘了 哎 你们说说 那商骨他忘了什么呀 忘了是变弦 好好好 那朕也给你们出个题 你们每个人用笔画个圆圈 每个人都不得走出自己画的圆圈 但又能取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怎么样才能取到 怎么去啊 陛下 陈来打吧 陈来打吧 好 你打也行 谢陛下 把圆圈画到自己的身上 就像腰带记得人的腰间 就像腰带记得人的腰间 人走到哪儿 他自然就会跟到哪儿 这样就可以拿到 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了 人走到哪儿 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了 嗯 不错 看不出来你除了会扫地锁门 还挺机灵的 你这脑子还行 做人做事都要懂得变通 画地为牢是得不到任何东西的 谢陛下夸奖 陛下小人告退 陛下小人告退 快来 你们这帮蠢货 不教什么都不会呀 简直是一群慕勇 快走吧 快走吧 走 邓少虎 你这是 给国舅大人逗乐子来了 快给国舅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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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鸟 好鸟啊 是啊 邓少虎 是不是又遇到烦心的事了 哎呦 不瞒国舅大人 陛下 现在不光听曲子皱眉 就连听蒋乐子也皱眉 我是没招了 你是不知道啊 陛下这心里头 有块病了 陛下有心病 那 那怎么不找太医啊 你可见到陛下的龙岸上 有一根 猎兔棒 是 是有一根猎兔棒 可 可这根心病的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啊 那陛下这病还能治好吗 心病 知道吗 心病 没人能治得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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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好 要有力量 听见了吗 兄兄 听之 好 看前方 剑拿稳了 看前方 好 好 好 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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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寡人练三个时辰 都给我挺好了 我成阳兵 每时每刻 都要应骑冲天 好 好 好 腿 腿要伸直 剑 禀高大王 齐国派使臣来告 齐王命危 请大王速去临尊 快 背马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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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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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早啊 成天已经找到报仇的机会了 大哥 大哥 那赵佗面对祖宗牌位是痛哭流涕呀 他发誓日后再也不自立为帝 要永远做大汉的藩臣 陆爱卿劳苦功高 说吧 朕是重封你为中大夫呢 还是封你为 谢陛下龙恩 不过老臣已六始有四 到了垂垂暮年了 已经不宜再做朝廷令官 还是多赐老臣一些黄金吧 朕的路太护啊 爱卿 爱卿既以淡泊仕途 那就随你的意吧 赐锦断三十匹 黄金一百斤 谢陛下 昨日齐王可写不止 于夜半时分去了 相儿生来体弱 还不到三十岁 短寿啊 朕早就想过了 一旦齐王不在了 齐国就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吧 那 那齐国 不就一分为四了吗 这么一来 刘章 与朝廷的怨恨 可就更深了 还不都是你这个陈丞相 我怎么 你当年许得好愿吗 大王请看 大王可知哪是真哪是假 何处弄来的助避诗 是我从吴国掳来的 叫什么名字 此人姓门名身 可是吴国最好的助避诗啊 门诗 好 你们每人到前库 领取十万行 另外 再挑选三十名得理的士兵 即可出发 去哪儿干什么 干什么 你去长安 你去洛阳 你去长沙 你去长沙 你们俩去淮南 哪儿 你去蜀郡 你去狼牙 到了地方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可以大吃大喝 也可以去赌去瓢 但本王只有一条指令 就是把钱都花过 三十六个军国 和各村各县 都要按照本王的指令 带钱去花 对了 长安 要花的最多 伸出手了 哪一支 去读书吧 下湖摸鱼 下湖摸鱼 上树掏鸟 好啊 这是皇子们该干的事吗 我 多打你一下 是你带两个弟弟胡闹 该罚的 明白吗 怎么 不服是吧 这是你们父皇亲自给我的借齿 是专门 打你们这种不用功的 都回去就住 好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无明天地之始 有明万物之母 我 五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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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背吧 你就不怕太夫那戒齿 我都被他打惯了 贾兄贾兄 你这是去哪儿啊 刚刚放假吧 真是巧得很哪 我正想向曹索兄辞行 没想到不期而遇了 怎么 今天没给皇子们收客吗 也是刚刚下课 贾兄 我们找一间酒室 小饮两尊如何 太长时间没给你喝酒了 下次吧 我想趁着放假回趟洛阳 走之前想买点东西 也好也好 西市的东西全我陪贾兄去 那就有劳曹索兄 客气 请 你的潘儿该两岁了吧 快三岁了 简内来信说 潘儿最喜欢吃甜食了 就这样吧 周掌柜 周掌柜 周掌柜请留步 周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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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再商量商量 我说 孙掌柜 就这么定 我用二十匹丝绸 换你三十件七器 周掌柜 您是想让我一家老小 和西北芬啊 我这三十件七器 进货也得二十六匹丝绸的价 你再低点 最低也得再加十匹丝绸 你看看 我这都底了 就剩二十二匹了 要不这样 我再加点钱 别别别 这钱 我可不要 我哪知道你这钱 是真是假的啊 这长沙国是怎么了 这儿也出假币了 还必须以物易物 还说呢 这以物易物 也是从你们吴国开的头啊 到处都是假币 这样下去 还不全乱套啊 他爹 猪卖了 粮食呢 盐呢 我我卖了这一袋的钱 可可我买什么东西 人家都不卖给我 说说这袋的钱全是假的 假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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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呀 啊啊 家里两个孩子已经饿得起不来炕了 我这个又要生了 呀 不行 找他算上去 对 找他去 走 啊 而且 来 我给你 那个收猪的人 你知道在哪儿吗 你找那收猪的 走了 早走了 收完你的猪他就走了 这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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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快来呀 这是 大家快来呀 你看 这都是假被惹的窩 听说赵殿珠的房东空了 里面只有一大摊没用的假币 这假币也太坑人了 都坑死赵殿珠了 请问这位大哥 出什么事了 他们说的什么假币 您不喝的钱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这看不出来吗 他们说这印文和这字有假 拿来我看看 看什么呀 别哭了 太阳 太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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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没有了 都是假的 真是不一样 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就看不出来 你看这真的笔刀 秘而不至 你看这假的笔刀 粗福而亡乱 如今的市场是假币满天飞 赵掌柜就是被这假币给逼死的 再这样下去 谁还做生意呀 这才能够 得是奏毒 奏毒一定要险 但是不能不轻不重 我以为要重点查办 朝左兄 你说要用什么样的重点 难道把持有假币的 封国里的君王 都一一砍头吗 你想天下大乱呀 不用重点查办 天下能太平吗 老丞相 我昨晚迷迷糊糊的 一宿都没睡着啊 我是计较投变就行了 哎呀 今天这夹击底报怎么这么多呀 上郡市面上 凸显了南辩真伟的假币 致时十一人丧生 什么 带国伤苦上交的说服中 掺杂了大量的假币 啊 啊 来啊 塑造主管铸臂的梦中官 诺 诺 这 我说啊 您的眼睛没花 哎 哎 您您一看了这份底报 哎呀 来来来 我呀 除了眼睛没花以外 这全身上下哪儿都不如你硬朗 哎呀我也不行喽 哎哎 成沙国因出现 大量南辩真伟的假币 不得不一物一物 哎 哎 哎 来 看看这个 豫章郡的 哎 哎 来 还有这个啊 河南郡的 来来来来 哎 哎 长安 啊 这长安也出现了大量假币了 哎 哎 不好啊 老周虎 啊 这假币铺天盖地儿来 这是要压垮大汉的天哪 哎 哎 找这样下去啊 还会死人哪 走 咱们找币下去 哎 哎 慢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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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那个梦中官来了 让他看看这些钱币啊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再说吧 啊 你说我怎么看也看不出来这钱 这钱他是假的呀 这橙色也挺足的嘛 哎 哎 你看得出来吗 这不细看还真看不出来 两位丞相有何吩咐 哎呀 来来来来 你来看看这些钱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假的它假在何处 丞相大人 下官敢说 这些假币出自同一个铸币厂 啊 他的助攻的水准相当高啊 一定是有相当高的变钢 及雕刻技艺的人所为 这么说民间那些逐利之徒 是做不出来的 做不出来 他们无法弄到这么多 足够橙色的铜啊 哎 大人请看 咱们朝廷住的四桌前上的半两二字 平正方直 这假币上的两个字呢 也是大体相仿 要是没在大助币厂做过多年助攻的人 是刻不出来的 只是造假币的模子有些不坚硬 加上多次翻印 笔画上有些残损 这印边啊 也稍微有些变形了 瞧这半字的两点 落笔稍短而间 这两字的中间笔画呢 内心有些崩裂 哎呀 我说中管啊 你别说那么多的行话 文邹邹的 让人听着晕晕乎乎的 你是不是说 这个造假币的助攻 是干过多年助币的行家 是是是 能造这大量假币的人 拥有一座铜胖山 是这个意思 行了你下去吧 好 你说怎么办 走啊 找陛下去吧 好 自我大汉立国三十年来 逐渐便一伤为变伤 官室贸易繁荣畅通 民间百姓家的手工作坊 也日渐兴隆 可就在此时 从长安到各郡国以及各封国 到处出现了假币 人人不堪其扰 此事 已经严重危及到朝廷说服 贸易畅通 以及百姓生活 众卿 有何妙策 陛下 从假币的成色和流量上看 已不是贪财逐利之徒 单为小利而来 这后面必有大背景 大阴谋 这是在抽大汉的釜底之心哪 看来 这将是一场不见刀剑的大战啊 左丞相所言即是 拟旨 卓 大汉各郡国及各封国 严查境内假币 但凡出现悉数收缴 且要查出假币的出处 追根溯源 一旦斩获 宿押廷尾府 御使大夫张仓 廷尾府廷尾身途家 臣在 卓 少府 廷尾府 素派人 吩咐三十六郡及各封国 查出各郡发现假币的数量 日期一一入册 臣遵旨 家博士 胡子家多住几天啊 假期嘛 该返回朝安了 你是 我是博士夫人的远方表弟 你们成亲那天啊 我还去喝过喜酒呢 哦 对对对对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诗敬 诗敬啊 这是有名的大才子贾博是吧 会读书好啊 可以进京城 到朝廷做大官 哪像我们呀 在这儿看两年城门 就回家种地了 哪里哪里 告辞 都闪开 闪开 都闪开 闪开 闪开 都闪开 让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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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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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小段光教啊 怎么打这么起来啊 乖乖 这棺材得花多少钱啊 这里面躺的是什么人呢 嗯 真是不得流油啊 这东西咱们见都没见过啊 没见过吧 没见过的多着呢 就那几辆没敞开的车里 里边装的全是金玉珠宝 有全都是 往太夫人嘴里的玉茶 就够你们吃三十年的 尚将军 这是 是的 是家母 尚将军 节哀 甲仪恭送太夫人升天 多谢贾博士了 早就知道我们是同乡 没想到在家母初遍的日子 我们能遇上来 尚将军真是大名赫赫 特别是在长沙国大败南越国一役 战功捉住啊 谁人不知 古人嘛 小事一床 好 好 好 你要是为查贾弈而来 寡人就请你立刻离开吴国 敢问吴王为什么 为什么 你孟大人是朝廷少府中官 你理应知道我吴国铸壁工厂是皇帝玉批的 玉批铸壁厂能铸甲壁 这岂不是一犯欺君之罪 二自毁生育吗 寡人再宽厚 也是不允许此事出在寡人鼻子底下的 吴王 下官也是奉旨行事啊 如今甲壁满天飞 百姓以物异物 不仅贸与周流不畅 还危及到了朝廷税收 此事震动了朝廷 震怒了陛下 下官看到吴国集市上也出现了甲壁 要不查个水落石出 下官的头可就 那吴国就该受此冤枉 吴国就该第一个被查被问 吴王 并不只查吴国 各封国和三十六郡 朝廷都已派人去查了 嗯 也是该查查 不然钱不已乱 这天下还不大乱了 是是是 前些日子我铸壁工厂一个最懂变土的铸壁工 修物返乡至今未归 后来听说他在给父母上坟的时候 被一群蒙面人给掳走了 哦 说不定就跟铸甲壁士有牵连 敢问吴王 这个铸公叫什么 姓门名身 门身 下官记下了 那我是否能看看 吴王铸壁工厂的铸模 这不是吗 铸壁厂刚刚送来的 我 下官看过了 非常规整 下官一定会如实禀报 我说 我说 今天的底报 再没有什么加急的了吧 我来看看 虽说底报没有加急的 可是 这甲壁案还是没有什么大劲的呢 中官在吴国查找甲壁时 倒是查访到他们的一名铸公门身 不见了 那这个铸公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这上面说 已奏报廷尉府正在查办 一案没查实 一案又起 这个豫章君 丞相过生日 酒席竟买了五十桌 开张的母亲办丧事 陪葬品竟有财宝几十车 开张 来 我看看 这是大台词假一写的奏毒啊 我看这事不好办哪 不好办也得办哪 上将军开张 这一下算是撞到陛下的刀刃上了 非办他不可了 那就 承报陛下吧 后葬 大吃大喝 假毙啊 抢人杀人哪 真是轰不完的苍蝇啊 真烦人哪 周承下 你看这个 这河南郡呢 在治理甲壁岸上有个绝招 他们一旦发现 使用成色不足的四珠钱币 就通通没收 而且使用者 已经发现 就把它发落到洛阳修筑三个月的城墙 一下就杀住了假毙蝇啊 老夫一听这些啊 我这头都疼了 我真做够了 你看看 你看看这些奏毒啊 没完没了啊 我天天听这些 我真烦死了 臣不如跟那个老冠英我们换一换 我到前方去带兵打仗 那多过瘾哪 那多简单哪 行了 你也别烦了 你过来看看这条 这条有意思 长沙国呀 在这个九夷山上 发现了一家六口的白毛人哪 白毛人 那不是那个老张良吗 可惜他在三年前就已经找新帝去了 快说说这些人 这张良啊 那是两回事 我跟你说啊 这些白毛人哪 就是吃不到盐 日子长了 这浑身上下的毛发就都变白了 这底报上说啊 他们是在秦末战乱时 躲避到山上去的 现在啊 看这天下太平了 就又下山了 长沙国还给他们分了房子和田地 这家人是其乐融融 你快看看吧 你说实话 老夫是不是天生就是个武人 做不了这丞相的位 你这个人哪 二位丞相 邓通又来发放公务用品了 啊 这些莫丸和毛笔 还是都给陈丞相吗 啊 都给陈丞相 全部都给陈丞相 都给他 我看这样吧 周丞相的这些啊 就给御师大夫张仓送去 他那边文案多用量大 哦好好好 打扰了打扰了 哦 对了 陈下请二位丞相去趟承明殿 说是匈奴的使臣待会儿就到了 啊 好 哈哈 哈哈哈 啊